下一个奖项是Podcast类的少年节目奖 我们一起来看《入围的友》 Podcast少年节目奖 入围的友 你有希望谁来帮助你吗 不一定是你爸妈 你会有这样的期待 少年特有种 亲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就算没有获奖 我还是很感谢 慕慕小猴闲聊室 慕慕小猴 蔡慕成 他有很多坏郡郡好朋友 然后他们在一起又不是一家育等于二 柯柯出来讲 晴天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所以不是真的 管子进去 就决定是你了 松松 拉雅 张立敏 松松 林松俊 Podcast类少年节目奖 得奖的是 就决定是你了 松松 有一位专家与一位对生态感兴趣 但没有专业基础的搭档主持 让听众在轻松无压力的氛围中 学到大量知识 更能拉近于山林和生物的距离 了解台湾自然资源 就决定是你了 松松 大家好 我是就决定是你了 松松的制作团队 我是拉雅 张立敏 我是松松 我叫松俊 首先真的很感谢就是评审们对我们的肯定 那因为我们是就两个人嘛 所以一切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处理 真的非常地谢谢评审 对 那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 要感谢我们的家人 对不起太紧张了 在第二楼的疫区 对 扮演我们幕后的大金主 帮助我们这些我们所有的经费的需求都 一路上都很多的支持 谢谢 谢谢我们的朋友 一路上就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忙 那今天也是我的好朋友带我的爸妈一起来参加 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 那最后要谢谢我们的听众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创作的原动力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那最后呢 松松特别想要发表对生态的一些想法 对 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在意到 台湾的生态 台湾的自然相关议题 希望我们的自然侦态可以在我们喜欢的宝岛上 能够永续地跟我们共存 那最后呢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我们的节目开场白 欢迎大家一起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面收听 就决定是你了 松松 松松松松 谢谢大家 恭喜得奖者 恭喜得奖者 很注еж 您 柔位 天